Hello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 KPL春季赛第五周最后一战是XYG打E-Star战队 这次依然是E-Star 3比2赢了XYG 首局比赛E-Star选了一个前期阵容 局右京加州八戒都是前期能搞事情的英雄 但是E-Star并没有打出足够的优势 虽然一度推掉了XYG的三路高地 但这个时候XYG已经发育成型了 后期的团战完全不虚 XYG先赢一局,可能是第一局输了 E-Star第二局打得明显更认真 他们的马合体系行于流水 仅仅14分钟就拿下比赛 没有给XYG一点机会 第三局E-Star打得更凶了 从第一波开始就一直在入侵XYG的红区 虽然XYG也防守了几波 但E-Star的目的很明确 红buff只要不给马可 谁拿都无所谓 秀都整局比赛只拿到了一次红棒 还被青龙强行开团击杀了 E-Star赢下第三局 第四局比赛XYG拿出了非常少见的阵容 花木兰加女娃 这两个英雄都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登上过赛场了 大家看到这种阵容 还是非常惊讶的 依靠女娃出色发挥双方拖入决胜区 最后一局E-Star的打法和第三局差不多 几乎每波都要去反掉蓝buff 虽然中期9月逐渐开始拿到蓝buff 但E-Star赢阵的伤害非常高 XYG确实招架不住 最终还是E-Star更胜一筹 3比2战胜XYG 这场比赛虽然E-Star赢了 但大家能看得出来E-Star赢得一点都不轻松 粉丝们也看得心惊胆战的 E-Star的问题在于缺少创新 他们每场比赛拿出来的阵容其实都差不多 最近大家看到 狼队拿出了肉凯和米约打野 XYG选出花木兰加女娃 但E-Star的阵容每次都是很相似的 他们这些体系确实很熟练 强度也绝对不低 但是时间长了其他队伍就会研究 他们现在需要突破自我 拿出新的东西来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E-Star和XYG 再次打成3比2呢